现在对于整个红案的一个期待 到底是在抗告还是在桃检 桃检今天动了起来 所以范左线所犯的这些 赌博重力等等的罪嫌 其实这是不是跟犯案的动机 最有关联的部分呢 最后时刻现在动起来 而且交到桃检才要查 已经过了37天 这是我们军方办案的态度 跟真正办出来的样子 真正在做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自己去评罪 去做评价 那接下来我说 那还有抗告有没有可能吗 所以今来我们就来看到说 你觉得抗告可不可能 现在说抗告一人各有五天 那昨天他们才被交保 所以循庆政他们这三个人 最8月13号之前要提抗告 但对于陈一勋的部分呢 时间已经参与已经到了 五天已经到了 明天最8月10号了 检查军检说有新市政 他们正在努力研究 到底要不要提抗告 第二次的抗告 好像是马英九一怒 然后马上他本来说 他不要做强人总统 对不对 那没想到他竟然自己 还做了那种 所谓的强人总统 因为他一说 马上就有所谓 A证人的新的市政出来 那所有他都是在一种 外面的压力之下 在外面的压力下办案 包括我们看到他查 范左先生在外面 是不是做了些什么的事情 也是一种外面的压力 在外面的压力 他是被台湾社会推着走 所以他的办案不是主动的 从上见树见灵的在做处理 他是被整个潮流在推着走 那个民怨在推着走 所以今天我们看 整个的案情的发展 要去问 为什么敢如此 只手遮天 在台湾社会如此民族 大家的明智大开的情况下 能够如此的只手遮天 在做这样的事情 卷直没有办法想象 那为什么马英九总统 前言不对后语 他不要做强人总统 他又要管定了 那他话一讲完 然后君姐就有动作 你现在问我要不要抗告 那现在要看到压力到哪里 压力到哪里 他办到哪里 如果刚刚像张有话 不是今天才讲 他讲了三十几天了吧 讲了三十几天 巴拉巴拉巴 他想要做的他就做 他不想做 没有这回事 他在这里面讲了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怎样 不然我就进行法律上的 怎么样怎么样处理 就在这里面做这样工房 他完全不把他当成 我真的应该把事情理清楚 梳理清楚 其实越早处理完 其实这件事情早就处完了 没有错 不过马总统马上 八月十一号要出访 所以有华哥 总统不会再下令的话 凡总统出访 又十天后才会回来 这案子就啪啪啪就过去了 不会了 在那个社会舆论的压力 那么大的状况之下 那我相信军方不敢一手遮天 因为我知道 只要他们一手遮天 那我就有新的子弹进来 再遮下去嘛 再遮下去嘛 再遮下去的话 就是讲不完了 这个案子很奇怪 是先起诉 然后再找翻译 我不晓得这个案子 以前案子有这样办 是 委员怎么办 大兴案 人家贵立宾扣人扣物 第一时间就扣 对啊 至少人家红家大姐 九菌八还比不起 对不对 不要让贵立宾都叫我们说 怎么这么差嘛